记者陈玉勋台北报道,为纪念富士市的建筑师人王大宏,今六日于原山美术公园举办世纪王大宏新书出版记王大宏书轩DHKF起运发表会,书籍结合建筑界人士的文章,以文学、建筑、故具面相,体现王大宏建筑创作以及人文思想,书轩将结合餐饮、书店、展览等 符合诗一文空间起运,极具实验性质,世纪王大宏由王大宏建筑研究与保存学会策划出版,收录了18位建筑专家学者的文章,主编郭赵丽教授表示,建筑界朋友对于王大宏先生所有的记忆均重现在此书中,包含了王大宏珍贵的历史资料。 书籍封面设计,采用王大宏寺宅内的跃动窗户造型,雷射雕刻的红色内里,金色影子形成虚实呼应的窗型,体现艺术建筑师的特殊风韵。 于北美馆旁重现的王大宏自宅对面之书轩,外观为清明通透的长方体,以大面积玻璃与石墓打造的外墙,将周边光线自然引入,里头的透明玻璃映照周遭出花木景致。 王大宏儿子王守正曾表示,父亲此生最大的遗愿是未能完成登陆月球纪念碑,因此文新艺术基金会委托艺术家陶亚伦,为摄影作品登陆月球纪念碑制作一组VR装置。 透过虚拟实性重现经典作品,艺员建筑师人未经之梦,书轩未来将注入餐饮、书店、策展、讲座文创等多样元素,参观民众可以透过聊天、喝下午茶的方式,体会出许多时代建筑,或者王大宏的故事,满足对于生活品味的想象。 王大宏一生设计的建筑物不计其数,其中国富纪念馆最为知名,尤其在战后物资相当贫乏的台湾,已有限财。 料盖出国富纪念馆,实属难得,王大宏一著有文学小说《银色的月球》,将道林登陆月球纪念碑虚拟实境相关影片。